今天的冠雅精比赛由公卖局对林伍局 一场比赛林伍局在上半时以31比29领先公卖局两分 但是下半时公卖局的表现要好得多 中长以65比58 七分之多一败了林伍局 公卖局得到冠军林伍局雅精 第三名是太平洋电缆 第四名是卫泉公司 第五名是水业 今天的闭幕典礼由产业党部主任委员柯丁玄主持 国民党中央第五组副主任郑芬琪 并且主持了颁奖